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海內外有共識 命名中共病毒最準確 蓬佩奧表示 美國將追究中共在疫情中的責任 追責中共隱瞞疫情 法律專家已提6方案 觀眾朋友好 歡迎收看中國禁聞 從中國武漢傳出的中共肺炎正在全球肆虐 中共大外宣藉機製造假新聞 據法國國際廣播電臺3月22號報導 中共媒體在網上發廣告 集聘海外的留學生拍攝視頻節目 說內容涉及最近因為中共病毒 產生的歧視華人現象 廣告還特別說明 需要面對鏡頭舉牌 廣告使用中英文 但沒有說明在哪國拍攝 只說拍攝時間2個小時 價錢60歐元 而在此之前 中共已經派出大量的五毛黨 在網絡上按照統一格式污衊歐美各國 有人將中共的內部指令在網上曝光 圖片顯示 中共要求五毛們用複製填控的方式 製造各地版謠言 複製內容是某國疫情失控了 華人在那裡怎麼淒慘 指令說 英、日、韓、美等國隨便填 就是不能填中國 中共隱瞞疫情導致中共病毒肺炎疫情在全球大爆發 給全球人民的生命和財產造成重大的損失 為了逃避外界的追責 中共一直試圖把責任甩給他人或他國 近日前誣陷美國軍人帶病毒到武漢 遭到美國強烈的反擊之後 3月22號 中共喉舌媒體又改口說 病毒可能來源於意大利 聲稱意大利在去年的11月份 可能就已經爆發了疫情 美國之音說 中共當局正在全力對內對外展開一場 宣傳游擊戰 報導引述批評者的話說 宣傳游擊戰是指中共當局在進行宣傳的時候 沒有堂堂大國的風範 而像是打游擊 打一槍就跑或躲藏起來 不敢公開堅持自己所宣傳的東西 不敢明確說明自己所要反對或批駁的東西 也不敢應對質疑者提出的質疑 而是對質疑進行全力的封殺 好 觀眾朋友 那接下來讓我們關注這一期的時事禁聞 源自武漢的肺炎疫情 因為中共的掩蓋而釀成全球性的瘟疫 中共為了逃避責任 極力的散佈謊言 嫁禍美國 但是國際社會和海內外的華人對此自有共識 他們直指新型冠狀病毒的準確名字 應該是中共病毒 中共必須要為此承擔罪責 3月17號 美國總統川普在白宮記者會上表示 他肯定造成全球性肺炎瘟疫的病毒來自中國 所以只能叫它中國病毒 他強調 中共當局宣稱 美軍將病毒傳到武漢的說法是錯誤的 19號 美國《華盛頓郵報》發表 專欄作家George Rojan的文章 認為把源自中國武漢的新型冠狀病毒 稱為中共病毒 更準確 因為中國人民也是中共的受害者 針對目前的瘟疫 要將中國人民和中共區別開來 這也可以避免中共藉此誤導輿論 煽動造勢 川普總統把這個病毒叫成中國病毒 當然這個名稱也是很合適的 因為病毒的來源地 通常是在這個命名病毒的時候 考慮的一個非常主要的因素 但是呢 把它命名為中共病毒 能夠更形象 更清楚 更明確地指出 這個造成這個全世界大瘟疫的 背後的罪魁禍首是誰 那麼很明顯 這就是中共 George Rojan在文章中寫道 正是中共在病毒爆發後隱瞞長達數週的時間 壓制醫生們的爆料 監禁記者阻礙相關科學研究 最引人關注的是 中共強行關閉了第一個 公開發布病毒基因組序列的上海實驗室 旅美時事評論員田園向新唐人表示 中共除了用盡全力扼殺病毒爆發的消息 耽誤了寶貴的防疫時間之外 還在武漢1月23號封城之前 長達將近2個月的時間無所作為 無動於衷 將一個本來可防可控的疫情 變成全世界性的大瘟疫 最後才造成了這一世界性的這樣一個大瘟疫 可以說在這個問題上 中共不是文明世界 不是文明人的同路人 而是中共病毒的同路人 此外田園還談到 迄今為止 病毒到底來自中國哪裡 到現在還不清楚 不過有很多證據指向 病毒很可能是由中共半軍方的 武漢病毒研究所泄露出來的 而且在中國大陸 早有科研人員將實驗室動物 私下賣到市場牟利的現象 如果病毒確實是從武漢病毒研究所泄露 那麼 自然該叫做中共病毒 中共在疫情完全失控 擴散全世界之後 面對國內民眾的憤怒 國際社會的譴責 先使內部各級官員互相甩鍋 推協責任 抽態百出 隨之中共為逃脫罪責 更開始炮製謊言 拋出所謂病毒源自國外的說法 造謠說 病毒來自美國軍人 中共此舉引發美國各界的憤怒和反擊 很多海內外華人也紛紛對中共病毒的叫法 點讚叫好 表示 雖然仍然有一些中國人被中共所蒙蔽恐嚇 為中共站臺 但越來越多的國人在覺醒 遠離中共 20號 美國白宮情願網站上新增了一項情願 呼籲將新型冠狀病毒成為中共病毒 情願書強調 中共的極權主義性質和隱瞞 造成了這場全球性的災難 在中共肺炎疫情蔓延全球的態勢之下 中共開足了宣傳馬力散佈病毒 極可能是來自美方的說法 這引來美國的強烈不滿 川普總統日前在白宮再次譴責中共隱瞞疫情 導致全球為此付出了巨大的代價 國務卿蓬佩奧則表示 未來會追究中共在疫情中的責任 3月17號 美國國務院舉辦了新聞發布會 國務卿蓬佩奧在回答記者提問時表示 中共政府製造謠言轉移責任 把病毒來源嫁禍給美軍 他強調 未來美國將追究中共 在這次肺炎疫情中的責任 旅美時事評論員邢天行表示 針對中共製造的輿論戰 蓬佩奧的強硬姿態 給世界其他國家做出了榜樣 蓬佩奧這個講話 他之所以提出來 在將來要對中共進行追究責任 他這個話不是簡單的嘴上說的 在輿論上的口號 他有充分的證據來表明 中共在這場病毒當中是犯罪的 而且從法律層面上來講 絕對是可以追究這種責任 所以他會講這個話 18號 蓬佩奧接受福克斯新聞採訪 他說 美國之前不斷表示 願意派出最好的醫療專家前往中國協助 卻沒有獲得北京的同意 中共當局禁止在網上公開談論疫情 甚至還驅逐美國駐華記者 這種壓制信息公開的做法 讓全世界處於危險之中 他們的信息不透明 如果我們無法做出正確判斷 弄清事實真相 這種事情將會重複發生 要麼是這種形式 要麼是那種形式 所以說 信息透明非常重要 蓬佩奧還親自打電話 給主管外交事務的中共政治局委員楊潔篪 對北京試圖將病毒疫情嫁禍美國 表示強烈反對 呼籲停止散播虛假和荒誕的謊言 川普在白宮舉行的疫情說明記者會上 也譴責中共隱瞞疫情導致中共肺炎病毒大流行 全球為此付出巨大代價 川普還解釋 他堅持使用中國病毒的說法 是針對中共政府污衊美軍傳播病毒的回應 無關種族主義 因為病毒確實來源於中國 也有輿論認為 疫情是因為中共的掩蓋 而向全世界蔓延 中共病毒的叫法更為貼切 即便是沒有這一次的冠狀病毒的傳播 事實上 中共在全球的意識形態的傳播 它的影響力的傳播 它的滲透 它的威脅 它對許許多多的國家 地區所產生的直接的影響 本身就是一種病毒 而這種病毒呢 已經是肆無忌憚了很多年 很多的國家都沒有意識到 中共病毒它可能會帶來的極大的危害 除了蓬佩奧之外 一些美國政界人士 也呼籲追究中共的犯罪行為 密蘇里州的共和黨參議員喬什·霍利在推特上說 中共把新冠病毒助長成為全球大流行病 必須對此展開全面的國際調查 中共需要做好向其他國家賠償的準備 英國《泰晤士報》早前曾披露 中國有實驗室的科研人員 在去年12月份就發現了武漢病毒 但是被當局勒令銷毀數據 阿肯色州的共和黨參議員湯姆·科頓 轉發了這篇報導 並發表評論說 中共對疫情爆發作出的惡意回應是在犯罪 中國本國和世界各地的公民 都是他們罪行的受害者 我們將追究他們的責任 美國人的責任 美國人的責任 追責中共隱瞞疫情 法律專家已提6方案 中共病毒、武漢肺炎疫情 近期在全球迅速蔓延 各國指責中共是造成疫情大流行的罪魁禍首 法律專家為此提出了 追究中共法律責任的各種管道 去年12月初 中國湖北省武漢市爆發肺炎疫情 但中共當局一直壓制資訊 直到1月下旬才承認出現人際傳播 由於措施應對疫情的黃金時間 最後演變為世界性大瘟疫 目前每天都有成千上萬的人感染、死亡 經濟損失更是無法估量 對於中共的惡行 國際法專家們目前已提出以下6大追究其責任的方案 1、長期致力於起訴恐怖組織和支援恐怖主義國家的 以色列律師尼特薩納·達爾尚·萊特納認為 可以比照恐怖組織控告中共 2、佛州法律團體已對中共政權提起集體訴訟 控告其沒有即時通報該疾病以及迅速採取遏制措施 3、紐約國際爭端專家朱利亞·哈比斯曼指出 4、可引用國際貿易法控告中共 4、美國企業協會國際法和國家安全專家 伊凡娜·斯特拉德納提議 各國可以根據IHR在國際法庭起訴中共 5、加拿大國際人權律師大衛·麥塔斯認為 中共或涉違反禁止生化武器公約 6、達爾尚·萊特納還認為 中共高官涉傳假消息可以向國際法院控告 延緩行動造成了國際那麼大的損失 雖然中國沒有能力來賠償 但是我想這些西方國家或者任何受影響的國家 都應該有這個權力 要求中共來賠償他們的經濟損失 賠償他們的生命損失 大陸人權律師陳建剛認為 法律是文明人的遊戲 其規則對中共不適用 因為中共不講任何規則 它的野蠻殘忍沒有底線 此前他就明目張膽的不承認 不執行對南海判決的國際法 陳建剛指出 中共建政以來根本沒有變好過 但近幾十年來 美國、義大利等西方國家 卻與中共合作得很好 不痛不講 說幾句話 僅此而已 陳建剛表示 國際社會很多人無視中共 壓迫中國人民而大發其財 直到今天 中共病毒傳遍全球才有所醒悟 與狼共舞難免會引火燒身 加拿大阿省克萊姆那鎮市議員石青認為 國際社會應該吃一欠長一智 不能再親共 再對其容忍 如果繼續縱容下去 它還會繼續禍害世界 目前 中共正試圖推卸瘟疫流行的責任 外交部發言人趙立堅此前稱病毒 可能由美軍帶進武漢 鐘南山院士也稱 武漢不一定是病毒的發源地 現在中共要暗示 病毒可能最早出現在意大利 中共的無恥惹惹怒了世界 不久前還讚揚習近平防疫友方的美國總統川普 改口批評中共隱瞞疫情 讓全世界付出巨大的代價 川普還把世衛命名的冠狀病毒叫做中國病毒 石青表示 加拿大官員都清楚病毒來自中國 但至今沒有一人提出追究中共的責任 不過他認為 中共的蠢、惡 再加上戰狼式的外交引發的後果是非常巨大的 經過這次瘟疫 任何國家都不會再相信中共 哪怕是他的老朋友基辛格、特魯多 無論他們多麼親共 今後也會遠離他 認清中國政府的這種邪惡 認清真相才是改變的第一步 而且今天的這種結果都是前幾十年 國際社會對中共這種邪惡政權所縱容忍耐默認 所造成的結果 或者說就是你們自己給自己造成的這種災難 陳建剛指出 正是國際社會對中共的縱容、綏靖 造成了今天的局面 然而現在很多國家 還在容忍中共的大外宣和滲透 石青認為 國際社會應該吸取教訓 幫助中國人擺脫中共的統治 讓中國實現自由、民主、憲政 這樣中共就不會再禍害其它國家了 好 觀眾朋友 下面讓我們來關注一下 由大陸網友爆料的有關中共武漢肺炎疫情的最新情況 3月21號 武漢網友上傳的微信聊天記錄顯示 一名似乎是專門為醫生服務的司機透露 他當天拉了一位協和醫院剛下班的醫生 那位醫生說 協和醫院兩天確診病人131例 但為了所謂的社會穩定、經濟發展 不得不暴零 這位司機說 其實還有很多無症狀的潛在病毒攜帶者 他天天聽醫生講這些 心驚肉跳的 3月22號 武漢居民上傳了一段 某社區書記的微信錄音通知 這位書記說 你們等一下下樓你要談個物資 一次下去5個 不要20個一起下去 現在形勢不是蠻好 我要聽到什麼清零就覺得還好 我跟您講 不在清零一線的 你永遠不知道這個清零其實是個什麼情況 一位旅居加拿大的武漢人3月20號 下媒體提供了多份武漢市社區居委會的 疫情通報文件 這些文件顯示 從18號到20號 這幾個社區至少有30個確診病患 但這幾天 中共官方通報的數據卻是零新增 3月21號 幾名在武漢方艙醫院 和隔離點做服務工作的人發表視頻說 當局在招聘時承諾720元一天 但是方艙醫院和隔離點撤銷後 他們一分錢工資都沒有領到 如今吃住都成問題 只能在大街上等 請求大家幫助 中共肺炎 武漢肺炎疫情在全球爆發後 不僅使企業家們開始反思全球化的危害 更加使人類開始保償肺炎全球化的惡果 這給全球化敲響了喪鐘 也加速了世界與中共脫鉤的步伐 上世紀80年代開始的經濟全球化 使中國成為了世界的加工廠 武漢肺炎爆發後 中共政府的隔離措施 導致中國各地封廠 封港和封城 工廠停工 造成諸如韓國現代汽車 日本日產汽車等跨國企業 因得不到中國製造的零部件而停產 電玩巨頭日本任天堂和美國蘋果公司 也都因為中國的疫情推遲了新產品的發布時間 英國《經濟學人》報導說 由於中國的國有企業獲得補貼 其生產的低價產品使外國競爭對手無法比擬 造成美國最後一個青霉素發酵罐於2004年關閉 疫情爆發後 中國對活性藥物成分的壟斷 正在成為華盛頓和歐洲的難題 美國《華爾街日報》3月6號報導說 翻翻你的藥箱 會發現很多藥品的原材料成分 都來自中國 然後在印度加工成藥片 如果疫情導致中國無法出口藥品原材料 全世界恐怕都要遭殃 報導指出 在全球衛生危機面前 僅僅是供應短缺的可能性 就足以凸顯出全球化不利的一面 在供應鏈當中分得越來越細 這個品質也應該越來越好啊 可是反過來 你再看到好像變成不好的這種方向 那個比較多 業界指出 全球化雖然造就了中國的所謂經濟騰飛 但更多的國家因為產業、人才、資金 以及技術的抽離、每況愈下 不僅使後美的先進技術流失、製造業外遷 還催生了美國五大湖湖畔漫長的鐵鏽地帶 經濟學人的報導說 消除對中國活性藥物成分的依賴 將涉及顛覆公認的政治經濟學理論 那就是允許私人公司尋找最有價值的商品 而不必考慮其原產地 去年7月 美國國會下屬的中美經濟與安全審查委員會就提出 中國在全球藥材原料市場上日益佔主導地位 造成的國家安全風險不可低估 美國南卡羅來納大學艾肯商學院教授謝田分析說 全球化給發展中國家零關稅等方面的優惠 西方發達國家把利益讓給了中國這樣的國家 當被中共欺騙而發生糾紛時 又只能交由國際仲裁組織 因而造成許多國家喪失對自己國家主權和利益的維護 中國是全球化的最大受益國和維護者 全球化過程中 中國從接下西歐北美轉移的低端產業做起 成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 川普上任後陸續退出各種國際組織 中共黨魁數次批評美國是保護主義 閉關鎖國 習近平在各種國際會議上高舉全球化大旗 稱全球化大潮符合未來的大趨勢 勢不可擋 武漢肺炎爆發前夕 中共喉舍《人民日報》還在呼籲 要共同把經濟全球化動力搞大 經濟學人的報導指出 西方在情感上已經和中國脫鉤 空氣污染已經讓許多外國人離開中國 推延疫情可能會加速外國人的撤離 歐盟中國商會會長吉爾格‧胡德克說 將一切生產都放在最有效的地方的經濟全球化已經結束 中共病毒蔓延全球 中共當局不僅隱瞞疫情 還將責任退給其他國家 大陸不斷有民眾表示 恥於與中共為伍 要退出中共組織 好 下面就一起來看他們的聲明節選 John里說 我原來為了生存不敢得罪 被拉入中共 原來年輕 想從自己做起 加入改進該黨 但多年來發現不可能 其黨文化極為落後腐朽 尤其武漢疫情後 言論行為無恥無擔當 令我實在恥於與之為伍 現在鄭重聲明 退出中國共產黨 大陸的李玉林聲明退團退隊說 這些年承受的痛苦都是共產黨強加的 最近看完 共產主義的終極目的才認清 我們為什麼總是受欺騙 還總是相信共產黨 六四學潮 迫害法輪佛法殺了多少人 對這些你都在漠視 不敢說真話 正因為太多人習慣了觀看共產黨殺人 習慣了聽看電視的欺騙 所以當代的年輕人 只要有錢花就行了 如今因無神論引導中國民眾仇視佛法招來的 上天的懲罰正在開始 瘟疫威脅到每個人的生命 疫情中的欺騙依然上演 看不到醫院裡的真實情況 中國人只知道形勢一片大好 命是群眾付出的 功勞都是共產黨的 不相信善惡必報的天理 現實卻正在發生 我們不是武漢人 但保證不了不會遇到今天武漢人的遭遇 被封閉在充滿生命危險 不知何時疾病或死亡降臨到自己頭上的疫區 只有當事人才知道多麼的恐怖 好 觀眾朋友 我們這一期的中國禁聞就到這裡了 感謝各位的收看 我們下期節目時間 再會 參與 您需要再次的支持 這個節目 請記住 請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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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